往上火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水果系零食 如果就真是一点水分都没了 我这是应该切成条晾晒的 特别皮那种 我尝尝啊 为什么我闻着有会腌萝卜的味儿啊 特别有嚼劲 好甜好甜 因为我想起了一个我之前吃过的东西叫什么呀 对 就是沙特拉伯那个椰子 咱们之前有吃过 跟那个味道 它本身的那种甜味啊 香味啊 都有点接近早的香味甜味了 有点变了 但是还能吃到原本哈密瓜那个味儿的啊 新鲜水果的味儿 而且口感 刚吃进去 特别像吃山药干 又耿揪又有韧劲 然后弹弹的 弹有嚼劲 然后嚼着嚼着 就隐约能吃到新鲜哈密瓜那种脆爽感了 因为嚼着它就有那种沙沙的声音 而且它这个甜度吧 挺甜的啊 但是真的没有达到我最初想象的那个甜度 有点厚的慌呢 也就是达到了很甜的哈密瓜那个水平 但是它本身做成干之后有点味儿啊 像腌萝卜吗 还是什么的 那个味儿 所以有不喜欢的可能会有点介意 哇 它这还有籽呢 看 这个真的就是哈密瓜盐的 我刚看了一下 产地就是新疆哈密配料 只有哈密瓜 第二个 东北梨坡 就是这个东西 估计你们在网上能经常看到 我总刷到它 我看人家有的给它穿成一大串哦 而且吧 看着人家吃的吧 感觉特像肉一样 这个颜色还真有点像肉 哇 挺有食欲的 看着你看 这个还挺冷冻保存 跟平时吃的果干不太一样啊 包装上写的是南果梨做的 但是个不大 看着这么厉害点啊 它不是那种完全脱水的状态啊 其实捏着它吧 就那种肉肉的皮皮的软弹软弹的 你看 能撕开 哦 哇 这个质感是不是看着很好 有点像果腐了 闻着不是梨味儿了 但是它确实是一整颗籽都在里边 那个盒 嗯 我以为吃的会很有嚼劲呢 没有啊 它里边还是梨那种沙沙的口感呢 只不过就是没有水分了 鞋这块吃的有一点肉肉头头的 哇 这个口感还挺特别的 像甜度 我感觉跟吃梨的时候甜度差不多 有点酸酸甜甜的 这个跟我看视频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呀 实际吃起来就是很猪硝化很开胃的那种感觉 就跟吃山楂类似那样啊 看人家视频就有点像在吃肉一样 太爽 但是还挺好吃的 有它自己的特色 第三个 冻干冰糖葫芦 其实里边应该就是山楂啊 那种 这个火了有几年了啊 老是在网上刷的这个 每年都有好多人吃 但是我没吃过 小袋包装的 我看看能不能打到冰糖葫芦那种好吃啊 哎里边还咸呢 看处理的挺看净哦 中间是空心的了 然后外边整个一层冰糖 然后和芝麻 这糖也是冰糖葫芦那种糖了 哦 好热闹 嗯 就跟烘干的枣一样 哇 这个山楂 烘干之后真酸 还好外边裹着一层糖 要不然好酸啊 嗯 刚咬下去 里边的酸和外边的糖的甜啊 完全不融合 嚼着嚼着还行 就这就酸酸甜甜的了 好硬的 太硬了 它这山楂冻干之后啊 有点粉粉的 很空 不像原本新鲜的山楂那么扎实啊 而且果肉细细腻腻的 酸酸甜甜的 我喜欢吃那种新鲜的 这个也不难吃 这个果的芝麻不少 然后吃的时候芝麻味也挺浓的 看里边 整个都是掉粉的 这个当一个不酥的小零食还行 挺好的 但是想要达到真正冰糖葫芦 那种口感啊 味道啊什么的 还是有点差距的啊 就是因为这个冻干之后 这个山楂味 我觉得也有点弱了 嗯 太硬了